你現在講那麼多不實的言論 人家告你 這哪是構成誤告的條件呢 亂講一通了 到了選舉真的 不要亂講 要有證據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這個侯伴的律師才講 你來一個告一個 來一個告一個 不希望這樣亂講話 亂造謠 亂聲勢的風氣蔓延 好 祝各位觀眾 感謝您關心最新消息 前立委邱毅跟名嘴毛家慶 日前的網路節目中 影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是有牌的賊頭 甚至嘲諷黑道喬事是財富來源 對副手趙壽康則是用 空手套白狼 買空賣空 話術 套路以及中廣貓膩 等很多負面用詞 那麼現在侯伴也要提告了 而今天國民黨的副總統參選人 趙壽康也作出回應 他要告訴他的權利 這個跟誤告沒有什麼關係 你現在講那麼多不實的言論 人家告你 這哪是構成誤告的條件呢 亂講一通了 不過我是覺得 到了選舉真的 不要亂講 要有證據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不要為了選舉 然後就亂講一通 你亂講一通 你等於違反了選罷法 試圖使人不當選 這個不好 這真的很不好 那所以 侯伴的律師才講 你來一個告一個 不希望這樣亂講話 亂造謠亂生事的風氣蔓延 可以聽到趙壽康是強調了 不要亂講一通 而他希望不要再有這樣造謠的情勢風氣蔓延 所以他就嗆名 來一個告一個 而今天邱毅跟毛嘉慶兩個人也是火氣很大 跑到了北檢反告 這侯伴是誣告 所以現在變成雙方互告的畫面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